我们是大嘴巴 我叫你funky day的你 嗨 我的心里要放你 嗨 我叫你funky day的你 嗨 我叫你手放开 嗨 嗨 我的心里要放你 我叫你funky day的你 就爱你UFO 好的来到青春点点点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青春点点点又有一组远道而来的贵宾 他们呢对台湾的月迷来说完全的不陌生 因为他们背后有媒体的职呈 所以我们要掌声的欢迎 Front Pool 我们是Front Pool 我是吉祥隆太 隆太好 我是吉祥隆太 我是吉祥隆太 他不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吉祥隆太 我是吉祥隆太 一生好 我是北手元气 元气好 我是吉祥前思 吉祥隆太 好所以Front Pool四个人 那今天呢就是第一个问题 吴玛丽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兴奋想要问 没有其实之前我看到这个新闻非常兴奋 就之前一生曾经短暂的离开过 然后请来了那个Nown世代的 一诺威井上来带打 然后我就觉得 天哪太震惊了 怎么会邀请到他 然后还想说会不会这次演唱会 有可能特别的嘉宾就是他会出现 我以前是伊之上前 久不久 在台湾之前 在台湾之前 今天有个特别的嘉宾 伊之上 你不认为伊之上 你不认为伊之上 台湾 有没有 台湾人的伊之上 你不认为伊之上 你不认为伊之上 我认为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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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那個感 他覺得那個流行 他剪的髮型跟美容師沒有什麼 沒有關係 所以那一陣子他帶打的時候 那個時候歌迷的反應是怎麼樣 イノエさんが過來 聞いてた時に ファンタチの反応はどうだった ファンタチの反応そうですね あの 最悪でしたね 最早 そう そう あのメッセージ流れてくるニコ生とか キモイが8割 キモイ キモイ 但是他的信心應該完全沒有被打擊到吧 あの頃は嫌われた でもイノエさん先生自信満々でしょ それはすごいところなんですね やっぱ本当にナルシスト キャラっていうかもう根っこから 根っこなんよね 他真的是自戀狂 一つど 心理だ 心理的自戀狂 完全不是穿空の それでも その時は何かを 東雄に? 他一直看著看著 從以前就被說兩個長得好像有點像 我也是那個髮型 我頭髮其實有一陣子也留著跟他很像 那不是電影是真的 時間沒了 時間沒了 沒有錢沒了 他說因為沒有錢或沒有時間 所以只能剪成這樣 不是不是那是因為流行 我真的好看 所以這時候不是說是為了要 練出完美的身材 然後再度回歸嗎 那時候 穿上完美的身材 完美的身材 然後再度回歸嗎 對 而且我看到他說這次的演唱會 他會想要裸上半身嗎 展現他的成果 而且在這次的演唱會 他會想要裸上半身嗎 對 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我脫了之後會變怎麼樣 大家就不曉得 我脫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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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人気 可能我脫了之後 然後Franpou就結束了也不一定喔 所以Franpou在 現場演出的時候 會做一些很激情 比如說像脫衣服的表現嗎 Franpou在現場演出的時候 會做一些很激情的表現嗎 那最激情的方式呢 最激情的感覺 最激情的感覺 是 要脫了嗎 那會變成裸嗎 他想要反問說 大家很激情的 想要表現自己的時候 都脫衣服嗎 喔 蠻多的 台灣樂團蠻多的喔 台灣樂團蠻多的喔 也有台灣樂團蠻多的喔 欸 對 但是Moroya的第一次 Mini Album 是前來的嗎 可是我們第一張 迷你專輯的封面 是大家全裸拍照 所以我們第一次出專輯的時候 就是全裸 所以我們第一次出專輯的時候 所以我們並對我這件事情 並沒有什麼排斥感 嗯 完全不害怕 全裸也完全OK 而且有樂器啊 可以擋住 好 Franpou呢 這次發行了最新的單曲 然後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一張單曲的意涵跟概念 FORROOMS FORROOMS FORROOMSの意味とコンセプトを教えて下さい FOR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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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最喜歡的音樂 最喜歡的音樂 FORROOMS 即時 FOR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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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更加喜歡的音樂會接近嗎? 當然 我可能不太接近 但是我跟你們合作的音樂 山村的音樂 音樂和音樂 我都知道 其實並沒有四個人喜歡的音樂特別接近 越來越相近 不過漸漸的知道了 什麼樣的音樂好像比較適合自己 還有什麼樣的歌比較適合龍泰 然後那個旋律會比較適合龍泰來唱 所以剛剛回答是背首元氣 一開始大家的喜歡音樂類型可能不一樣 但後來發現 可能某一種類型的歌給主唱龍泰唱比較適合 所以就走這個方向 那這一張的4Rooms走的喜歡的是Acoostics 那為什麼專輯的封面啊 會在一個書店的地方 這意思是什麼呢 じゃあAcoosticsの音楽なんですけど なんでジャケットは本屋で撮影したんですか 一曲目のとある始まりの情景が 実際本屋でできた歌詞で 因為第一首歌呢 とある始まりの情景が 在剛開始的情景 這首歌是在書店寫好歌詞的 今回Franpoolがこのディスクの中で 自分達が好きな音楽をやり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で 本屋に行って自分が好きな本を選ぶように そんな風に自分達も今回音楽を作って ここからまた新しく始まっていくっていう意味でも 本屋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そして今次のCDの歌詞は Franpool最想要作現在要作的歌曲 だからこういう風に入って 書店に選択一本書 その書を選択した 今次のことを選択した 新的開始 就是用書店來作比喻 書店就像唱片行一樣 拿出的書就像你挑選的唱片 例えば本屋を CDを例えまして 本を選んだりする CDで選んだりすると 同じような感じとか 那現在假設 Franpool四個人 你們去了書店 你們在現在這個状態之下 你們會拿出 什麼樣的書呢 哪一種類型的書呢 或是哪一本 你心裏面有想到的書 例えば今Franpoolの 4人が本屋に行って じゃあ本を取らない経験で 取るとしたら どの本を取るか どのスタイルの本 どの種類の本を取ったりするとか そういうのあります? ああ 行ってしまうコーナー 何やろうな え? 何やろうね まあみんなそれぞれ違うけど みんな漫画とか ワンピースとか 漫画は結構行っちゃいますね 気軽にやっぱり読めるんで まあ カズキやったら釣りとか 釣り雑誌ね 釣り雑誌ね 最近ちょっと釣りハマってるんでね 興味ありますよね アローローロー 你喜歡嗎? 很開心 很難 很難 你不覺得臭臭嗎? 確實 臭臭 這麼被說了才覺得 可是蝦腸好吃 確實 台灣人也覺得臭臭 沒想到台灣人也覺得臭 他以為是日本人覺得臭 所以他們一直長安心也不敢說出來 還是到今天才發現這是可以說的事實 一直都在心中秘密 一直都說不定 但終於是說了 大家都覺得臭臭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一樣一樣 我們現在想來聊一聊你們 在這張最新的單曲裡面 要回到最初 這首歌曲是在書店裡面寫的 這一本書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 不是說這本書 這一首歌在講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一首歌好嗎? 對 CD的故事 所以 原點 這首歌曲 是有話題 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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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鴨蛇吃麵線 看他的表情應該是不太喜歡鴨蛇 對 看起來我不太喜歡 牠的舌頭不太喜歡? 看起來不太喜歡 看起來不太喜歡 看起來就像鐮刀 人的手 形狀 手 像手 看起來有點像 從看起來的時候 考慮一下 你應該好好想一下你的外型 真的 那FranPo在做歌的時候 在創作的時候 你們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 じゃあ 曲作的事 然後 音響是哪裡來的? 音響是哪裡來的? 曲作的音響 曲作的音響 一緒 今回の曲やったら メンバー4人で こういう話し合いをしたんですけど どういう曲に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ね その中で出た キーワードとして アコースティックっていうキーワードとか コーラスワークっていうキーワードとか なんかこう より今まで以上シンプルなものっていう なんかそういうキーワードがあったんで だからこう いろんな音を使うというよりも この4人だけでこう成り立つような なんかすごいこう 僕らもね 野外ライブとかも決まったりするんで そういう自然に溶け込める音楽みたいな ちょっと作ってみようかなと はい 4個人 4個人就是 這次作的曲子是4個人討論 好好討論之後寫出來的曲子 那譬如說 要怎麼樣用木吉他 然後來表現 或者大家要怎麼樣來合音 盡量用比較簡單的感覺 就是有些キーワード出來 然後以那些キーワード來作曲 怎麼樣要4個人用自己 只有自己的樂器 而不加上其他樂器的東西 來讓這個曲子成立 然後而且我們之後會有在戶外的大型演唱會 所以希望這個曲子 可以融入到自然的那種感覺 哦 我們現在正在聽的這一首背景音樂 就是在專輯裡面的第二首歌曲 EP裡面第二首歌叫做 歡喜的Fiddle 然後剛剛聽到了 小提琴 是嗎 怎麼會想到要加入這個樂器 為什麼 因为这个小提琴的声音感觉就是比较像是古典的音乐的声音 可是他比较喜欢的这个Fiddle这个东西 他比较像是庶民的音乐 不是那种被多分的 而是比较接近庶民化的小提琴的声音 だからその僕らのライブの中で みんなが毎日一歩一歩ね 頑張ってきて そのちょっとしたご褒美としての そのライブの喜びっていうものを みんなで小さな幸せとして そう思っ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 那所以在我们的ライブ里面呢 就是希望在演唱会里面 大家可以在每天一步一步往前进 努力的同时呢 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给自己小小的奖赏 然后可以让大家觉得小小的幸福 小小的满足 不是这么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的小提琴 是庶民的小提琴 那刚刚提到了演唱会 所以这一次フランプル的演唱会 是全国巡回 亚洲巡回 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一次的演唱会吗 じゃあコンサートの話にいまして 今回のフランプルのコンサートは 全国のツアーの最古とか アジアのツアーとか そ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りする感じですか ライブに関してちょっと語ってほしいんです ライブは台湾ではもう1年に1回は絶対にや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で もう決めましたね 那并不是什么巡回 而是很希望可以最少一年 在台湾办一次演唱会 而决定的就做演唱会 だからすごい日本で別に何もやってないし すごく特別 台湾だけに向けたすごい特別なライブになると思う 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就是 在日本做了什么东西而伴来台湾演 只是专门为了台湾準備的一场 特别的演唱会 台湾特别特别的 那其实上次的モアボヤガキ之后 这一次秘密鍛鍊了哪方面的特别秀呢 因为他不是一直说他一定要复仇吗 じゃあ前回のモアボヤガキの 次に今回は何か特別な歌を準備しましたが ずっと復習復習したいという手段じゃないですか でも今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 はい、めっち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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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が言われるのか モアボヤガキは結構有名って聞いたけど そんなジェジェに負けたからね 因为他听说モアボヤガキ 已经是很受欢迎的曲子了 结果没想要输给ジェジェ 到底那个时候是谁 透露ジェジェ这个招式给一生知道啊 Katsukiはどうやってジェジェというネタが 分かったですか だからもうリサーチ リサーチ リサーチリサーチ もうずっとパソコンで台湾のこと調べて はい、めっちゃ 一直調查 一直对着電腦前面 甚至隆太说才怪不是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それから4個成員都各自叠对叠 都想说我要在演唱会上 準備个特别的桥段 反正总而言之最後隆太 就不会是上新闻的主秀的那一个 我认为今次のライブは4人が 真的嗎? 有嗎? 對 好像三人去跳舞 我們去跳舞 我們三人來組一個跳舞的團體 這樣子的話 龍胎就絕對沒有辦法上任何拍 但如果我們發生什麼都要現場去看演唱會才會知道 三個天 但如果有什麼事都要看活動 都會不會知道 對 對 所以演唱會是什麼時候呢? 7月4號 7月4號 T.I.C.C. 在T.I.C.C. 對 我們有演唱會 哇 好棒喔 剛剛呢 瑪莉在私底下有問龍胎說 有繼續在學中文嗎? 有繼續在學中文嗎? 就夠夠夠 我繼續在學中文 有繼續在學中文 因為在他的臉書上面的中文 真的是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讓人家很驚豔 而且他用的詞都很... 文青嗎? 文青也文學 所以你就覺得 天啊 他本人的國文造詣到底是有多高 你會很好奇 在Facebook上寫的文章 在Facebook上寫的文章 是非常有素晴的中文 而且 使用的文章 都是文革的 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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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 非常好 對 那是不一樣的 反翻譯 那一篇比較長的文章 是請人家幫他翻譯的 沒有辦法寫那麼深的文章 之前龍泰有唱中文歌 那你覺得 唱中文歌的感覺 是什麼樣子呢? 中國的歌 當時 你怎麼想到的呢? 中國的歌? 當時 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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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嗯 嗯 原來是說話 直接響著 歌詞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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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ボーカル 很難 所以 終於是 開始了 因為 唱中文 就可以直接用語言 把想要說的事情 傳達給對方 聽的人 會更了解 所以 他覺得 可以真的站在氣泡點上 唱歌給台灣的人 很開心 嗯 現在我們在聽的這首歌曲呢 叫做 大好大 最喜歡你 對吧 最喜歡你 那 可以跟大家講一講這首歌嗎? 這首歌的創作背景 還有再講些什麼故事 那 大好大大 に関心 特別話が欲しいんですけど なんでこの曲を作りました? で 何か物語でありますか? 私 歌詞 これは でも 分かるのかな? その 目覚まして まあ 朝 その なんて言ったんやろ 歌詞 多分 俺が言ってみた 歌詞 私は まあ 遠く離れてしまった人への なんかこう 切ない思い とか 届かない思いみたいなの 歌詞で 自分のこう 昔の恋愛を 思い出したりして 始めたんやろ 心情想要伝達 遠方的 喜歡的人 很傷心的感覺 然後 沒有辦法 傳達的 一些心情 就是 他邊回想自己以前的恋愛 然後邊寫了這個歌詞 悲し 思い出したい 很多悲傷的故事 他自己 回憶很多 我覺得 フランポオ四個人 現在他們看起來 已經到了 精神的 精神的 臨界點 就在意 他們就要崩潰了 他們待會下節目後 結束今天的行程 他們 最期待的什麼 就是好好睡覺嗎 還是他們有自己的 抒壓方式 みんな限界が見え見えだから あの 大変そうだよね って言ってね 心配 全然 あと2時間 行ける 朝まで 朝まで喋い これが終わった後 一番 したいことは ビール飲みたい ちょっと寝るか なんか 食べたいとか ちゃんと寝たい 昨日徹夜したから 昨天 他昨天熬夜 所以想要睡著 他想要喝啤酒 元氣想要喝啤酒 喜歡台灣的啤酒嗎 台灣的啤酒 台灣的啤酒 台灣の啤酒 美味 朝一夜 一気飲みできる 一生也說好喝 一口氣喝 元氣說 一口氣喝掉 難しいね 我朋友去日本 都說 日本啤酒超好喝 很少聽到 會誇獎 台灣啤酒 很好喝 私はどうだぜみんなにほんの 日本の啤酒 超美味しで 何で でも 気候に合ってるみたい 台湾来たら 台湾来たら 台湾が一番美味しい 他説 他説應該是配合 當地的天氣 來製作的那些啤酒 所以來到台灣 好像還是要喝台灣啤酒 感覺比較合那個環境 好所以 在我們結束訪問之後 從鋪布 要去睡覺的睡覺 然後 要再去喝一杯的喝一杯 這樣子 然後我知道 一生要跟我們再聊兩個小時 真的嗎 お二時間後 再聊幾時間 OKOK 他轉換了 任由 交換位置 沒問題交給我們 沒問題 今天的最後呢 我們來聽這首歌曲叫做 My hometown 這首歌呢 是2015年的 日本職業足球 J league的形象歌曲 四個人 你們有喜歡的運動嗎 還是你們也是 J league fan 運動 有好幾個運動嗎 My hometown是J league的形象 好幾個運動 還有J league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但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J league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J league 我喜歡的 陳思他就是 平常的時候他都在 踢室內足球 然後一般的足球也有在踢 所以不只是J league 他連世界上的足球 他都有關注 所以陳思就很喜歡足球 所以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其他團員呢 團員班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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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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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釣魚 釣魚 那是Sports 不是運動嗎 原器 原器 我沒有選擇 那我什麼都不運動 那我什麼都不運動 一聲說 Sacca 榮泰也是足球 原器呢 原器呢 在等大家說那不是運動 他剛剛講遊戲的時候 他就在等大家吐槽他 那這首歌曲 My hometown呢 就是 好像是在講說 日本 然後國家隊 然後等等 全日本所有人都是 踢足球 國家隊的後盾這樣 就算你們在外面 失敗了 努力了 最後沒有得到好成績 我們都還是會 愛著你們 成為你們的 後盾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那這首歌曲 是 歌詞的意義 所以 例如外面 日本代表 失敗 負責 結果 我一直都支持 那種意義 那種意義嗎 那種意義 那種意義 對 那種意義 像是 抑好 一般 一般 那種意義 每次都要 不曾思考 那種意義 那種意義 像是 在賦些 傳球的時候 傳球的時候 傳球回想 阿玟 跟 那 那其实常常足球就在HOME 就足场打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赢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个是还蛮让他觉得在意的事情 可是像离开家乡的时候呢 家乡总是可以给你力量 那他自己也是离开家乡 大概八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是一个 可以给家乡还是可以 给自己力量很大 哦好 今天呢访问到了最后 还是要请网破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台湾的 大家说呢 都可以啊 看你们有没有要代表 中学校で 中学校でね 中学校的 约会 约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我们的广播 今天的 我们办演讲会 7月4号 在第2次 这个演讲会 是我们的第三次的 演讲会在台湾 我觉得 第三次的 比方说 第三次的 约会 约会是最重要 我觉得 所以我们的演讲会 会要很多 特别的东西 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来看 太厉害了 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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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就谢谢 Franpour 7月4号 TICC跟Franpour 约会吧 今天谢谢你们 7月见 7月见 4月4日 声响 11月4日 应该是 可以拍照